玉里镇网球运动风气一直以来都很盛行 佳和不动产就与玉里国际同济会 举办了第一届花莲线玉里同济杯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6月25号一大早在球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小选手们 他们热身期待和来自各地的选手来切磋球技 玉里镇的网球运动风气一直以来都很盛行 佳和不动产就与玉里的国际同济会 办理第一届的花莲玉里同济杯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6月15号一早球场上就可以看到许多小选手们热身 期待与来自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 我还要特别感谢 其实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我们今天参与比赛的每位选手 其实你们才是今天的主角 我在此时要特别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玉里同济会成立在1979年的11月 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 第43届会长李文青接任后跟其他33位的会员 致力于青少年活动 扶助弱势幼童为宗旨 办理各项青少年的公益活动 我们有第一届的那个统济杯 所以让我们玉里的学子 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自己的场地 去展现他们平常所训练的一些成果 玉里镇公所张英明秘书 玉里国际同济会 玉里家和不动产参与了开幕典礼 有副议长潘岳翔来开球 小朋友们不为天气炎热热情的参与 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为地方 幼童付出行李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道